尊敬的各位老师 亲爱的师弟师妹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金管学院的博士生 王展硕 首先请允许我 代表全体在校研究生 代表校研究生会 对各位青小岩的到来 致以最热烈的欢迎 青华原理充满可能 在这里 我们可以与诺奖获得者 展开巅峰对话 可以和好友结伴在阳光彩跑中 挥洒五彩青春 可以辗转十九个食堂 赏味舌尖上的青华 当然 如果你也有脱发的困扰 我们可以一起去听一场 小岩防脱发讲座 各位师弟师妹们 通过多年的努力 来到了青华大学 想必已经成为了 很多人口中的人生赢家 可是上青华 真的意味着赢得了一生吗 我是一名管理学博士生 在管理科学中 一个经典的研究方向 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复杂问题 进行建模 在众多约束条件下 寻找最优解 如果将人生的价值 作为我们一生求解的目标函数 那么考上青华大学 似乎只实现了阶段性的最优解 各种潜在的约束条件 将影响新一阶段的求解过程 面对生涯规划 是去追求毕业的速度 还是去探寻生活的厚度 时间快慢成为约束 面对研究课题 是稳妥前进 还是大胆挑战 投入成本成为约束 面对职业选择 是留在舒适区 还是开辟新天地 区位条件成为约束 此外 个人 家庭 社会 方方面面的约束条件 让人生价值的求解 成为一个动态 复杂 且充满随机性的问题 作为学长 我很难给出正确答案 但清华九年的学习生活告诉我 与其被这些条件约束 不如尝试去打破约束 在此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想法 打破时间的约束 意味着从容看待速度快慢 找寻到属于自己的时区 今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 我的师妹张薇 作为本科生毕业代表 讲述了她从甘肃镇员 来到清华园的故事 作为她的辅导员 我见证了她大学四年来的奋斗历程 她本可以选择和各位一样 参加今天的开学典礼 然而去放慢一步 前往湖南湘西 做一名支教老师 她说 想用一年不长的时间 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 她的决定我非常理解 五年前 我也做过相似的选择 本科毕业后 我前往青海省黄中县支教 在和学生斗智斗勇的日子里 我体会到被人需要的幸福感 在翻山越岭的家坊中 我意识到教育 对于摆脱贫困的意义 我清楚记得 我的学生考上北大那天 他的父亲抓着我的手 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大美青海 那是我的青春之海 这段宝贵的经历 激励我在日后的路途上 走得更加笃定 踏实 路途漫长 快不意味着领先 慢也不意味着落后 行走在属于自己的市区里 一切都准时 打破成本的约束 意味着不去计较投入多少 在前因领域 做有价值的研究 今年航院博士毕业的 方耀鹏师兄 在最初确定研究课题时 导师高华健院士告诉他 如果一不一区 减实别人研究的边角料 稍加修饰 也能有文章产出 但很快就会无人问津 后来他依然选择 语言创度更高 但理论创新难度也更大的 材料及诗文分析 作为研究方向 在经历了博士前四年 零学术成果 开启失败 甚至收到了 岩壁警告之后 他终于在第五年 提出一般性材料诗文准则 成功解决了复合材料 与软材料的诗文难题 并在物理学顶级期刊发表 方耀鹏师兄 是众多清华研究生的缩影 在我们身边 有同学首次解析 世界上分子量最大的 碱基体的三维结构 有同学用两年的时间 搭建实验装置 观测到近千个原子的纠缠 创造记录 有同学聚焦于 最优于满意化决策的 心理机制研究 实现了大陆学者 在领域顶竿发表 零的突破 他们都付诸了莫大的勇气 在人际罕至的科研道路上 坚定前行 无问胜算 无问代价 无问西东 打破区位的约束 意味着多维度评估条件优劣 到广阔天地 领略别样的风景 2014年 我们的一位师兄 耀宁 独自穿越4000公里 来到新疆喀什地区 建设祖国的西大门 修建公路 招商引资 疏通外贸通道 筹建高薪产业园 他的妻子 法学院毕业的周灵修师姐 放弃了北京律所 优渥的工作 前去和师兄 并肩战斗 如今 他们的孩子 已经成为了地道的喀什人 祖国与你 是我一生无悔的选择 这是属于清华式的浪漫 不让区位束缚脚步 清华人的选择 也在世界的很多角落 2012年以来 我曾三次前往东非地区 做志愿服务 坦桑尼亚北部的 图瓦布小镇上 有我参与原件的校舍 几年前 新闻学院毕业的 新闻学院的师弟 李亚东来找我 他说他也想去非洲 我告诉他 那边有瘧疾 治安也不好 但是热带草原上 壮美的生命迁徙 和可爱的劳动人民 将会为你开启新的世界 后来 他去埃塞俄比亚 创办了第一本 有国际刊好的中文杂志 毕业后继续留在非洲 搭建中非文化之桥 世界那么大 融得下巍峨高山 和壮阔流水 更融得下清华人 探索的脚步 和精彩的人生 时间 成本 区位 这是我们在寻找 人生价值最优解的过程中 可以勇敢打破的约束条件 然而作为清华人 有些条件 我们不但不能打破 我们还要主动将其纳入到 求解的过程 它们是道德与规则 是社会发展 国家富强 人类进步 这些条件的加入 会显著其身求解的效果 实现从阶段性的局部最优解 到个体 家国 签下 这个全局最优解的过渡 但它却需要我们坚守内心 甚至付诸一生的努力 各位师弟师妹们 让我们从清华园出发 去探索可能 去追问内心 去直面成长路上的风雨 师长 前辈 好友 将与我们沿路同行 最后 祝愿大家收获一张 满意的人生答卷 谢谢大家